整理出4點是我們認為 就是AI無法取代方了師的原因 大家好 歡迎來到金友姐妹說 我是Jerio 我是Jen 你有沒有聽說 我是Jen是哪個 我是Jen 好可愛喔 你有沒有聽說 就是前陣子 Channel GPT 對 它開放的就是4歐的版本 對 最新的 對 那很多人就會好奇啊 就是說這個AI智能 到底能不能取代方了師 我覺得 其實很多課程的都在教 就是你要怎麼利用AI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 排名啊 都是在講說就是 你到底會不會 你這個工作會不會被AI取代 對 會不會被取代 其實說實在的 我覺得所有的工作 應該說 多數的工作都不會被AI取代 但是你會被 會使用AI的人取代 對 因為會使用 它就可以發掉你的 對 因為它其實這個工具 我覺得它沒有辦法 完全取代人類 對 但是 如果你有效地掌握這項工具的話 其實你的程度是會比 沒有掌握智能工具的人來的好很多 沒錯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議題喔 因為很多人都是會嘗試的使用 就是 Channel GPT 然後這個AI來設定什麼 金友配方嘛 那我也有看到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 設計出來的配方的內容這樣子 那到底大概就是整體來說 沒有仔細的去看過內容 所以呢 我就想說如果今天 我們用了Channel GPT 來去設計一個金友配方 跟我們方僚師來設計一個金友配方 到底有什麼差異 是一個蠻有趣的 對對對 所以就是今天呢 我們就來實驗一下 好來打一下 人類vsAI這種概念 對 我們來打一下 我們就隨便輸一個個案題 AI好 好 我們來輸一個個案題 來 請設計一個就是可行的 方僚配方跟一個 療程的一個概念性 好 那Channel GPT 已經回答出來了它的金友配方 第一個是薰衣草 第二個是迷迭香 甜蠻玉蘭 胡椒薄合 最後它用了鹹清人油 那 這個AI給我們的比例是2.6% 它植物油是30ml 然後它的低數的部分 它分別也寫在螢幕上 給大家看一下 對 我們現在來討論它的配方 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呢 我覺得 它寫得太圓桶 對 第一個是我覺得它寫得有點農桶 但是我覺得要 就是 鼓勵的一點 其實這件事情 我之前就試過了 那時候我們要把它拿來當主題 對 但它那時候的話 它是不會列 就是低數跟比例 對 所以它其實是有在進化的 這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 配方比例2.6% 可能是因為電腦的計算 比較精準嗎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自己資料 曲整數 對 所以我們可能是2.5% 或是2.5% 或是3% 等等之類的 2.6%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超怪 但也不是說不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對錯 對 就是看怎麼去 就不要算出小數點就好 對 它只要在安全比例內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 有一些地方比較籠統 像是薰草 那是哪一種薰草 對 所以 可是它這邊都只有給英文而已 我覺得它如果之後可以給拉英文的話 它可能會更精準 更精準 那又像迷迭香好了 迷迭爹香有這麼多種 那到底是哪一種嗎 馬邊草頭嗎 暗油唇嗎 還是張腦呢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部分的話 它已經有在改進了 但是這部分 如果大家可以多去訓練的話 它可能之後會更更清楚一點 還有啊 就是我也覺得它大數據 所以它給出的配方都是一些比較安全 就是比較大眾的擁有 因為我看完那個個案 我也會覺得說 因為你看它現在的目前的身體狀況 它一定就是肌肉痠痛跟疲勞為主 因為比如說它可能會有什麼 失眠啊 或者它的肩頸痠痛啊等等之類的 或是它可能因為它的工作狀況 做的工作之類的 所以它可能壓力過高啊 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最讓它不舒服 目前還會 應該就是肌肉痠痛 那肌肉痠痛的話 我的肌底油可能就會是用 所以你看草油 可是可能因為這個數據不夠 對 所以它就沒有把它寫出來 對 那再者就是說 肌肉痠痛的部分 除了米也像以外 那我們可能也會搭配一點 比如說像是 油加力的部分來去做運用 或者是說 因為它過於老損的部分 可能血管收縮 它是屬於結構的狀態 那能不能放一點全類的精油 也可以嘛 那對於肌肉放鬆這件事情 也可以放一點 比如說像過黃片書類等等的 就是它在設計上面 因為以大數據為主 所以這些你看到的精油 它是比較常見的 而且是大數據確定性的 就是剛剛你講到的 哪一種薰草 哪一種銀蝶槍 哪一種銀蝶槍 這個就知道了 所以我未來有增添 發令學名的話 我想它的內容 就會再更好一點 然後精油配方的部分 其實我剛才也有想法 就是如果我的話 我可能會放一些 真葉系列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 它有講到說 它長期是做的 所以它的 它的血液循環 肯定是不太好 沒錯 那血液循環不太好的話 所以你們就要 其實要多利用小分子的精油 再把這些相對來說 比較大分子的精油 帶動上去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再加一點 真葉類的精油 去帶動它的循環 那在療程上面來說 基本上就是 放鬆跟助眠的部分 它就是 運用在全身按摩 然後重點是在 肩膀背部跟頸部 就是以它酸痛的位置為主 那按摩時間60分鐘 每一週進行一次這樣子 對 放鬆是放鬆 肩膀背部跟頸部 它的肌肉算痛 有緩解按摩 是針對大腿 小腿跟臀部 但其實我覺得它講的 其實算是蠻仔細的 蠻仔細的 因為它有針對每個部位 去跟你說 它這個也要加強什麼 因為像是我們一般來說 去做按摩 就是你如果在肩頸的手把 跟你後面背部的手把 已經是不一樣 對 因為你要視力的程度不一樣 因為 再來是 我們的肩膀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近的原因 是因為你可能常常負重 或幹嘛的 你都會用到很肩頸的力量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緊繃 那你的背部 可能它沒有長期待 就是使用 所以它在背部的手把 比較多是安撫性質 然後這裡可能就是 要幫你送開的那些 力氣就會比較大 對 那所以它有把它分開 我覺得這點算是蠻貼心的喔 可是如果說它分開的話 我個人會針對就是分開的按摩方式 給兩個不同的配方 因為比如說小腿跟大腿 它是屬於比較急性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放療師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就會給兩個配方 那也就是舒緬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局部再運用的這樣子 那局部再運用的這樣子 那局體它就是給一個配方 你只是用兩個部位來去做使用而已 是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回答已經有70分了啦 我覺得很高的 而且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在第一次用GPG在回答這個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它的回答是不及格的 但它現在已經有進步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 感謝各位有在訓練GPG 沒錯 那它這裡有一個訓練後的放鬆 它說使用溫水架、薰衣草跟蜜蜜蜜像的部分 這裡可能就沒有回答得很精準 因為它必須要再加植油 或者是介面火星 你自己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如果它只是一個一般的民眾 光只看到精油的話 基本上這樣子相對來說 對肌膚的刺激進去會比較容易 因為它有可能就是附著在肌膚上面要把刺激 那你可能這個人 因為為什麼它會這樣運用 就代表說它對精油不太熟悉 那就它可能是第一次或是幾次使用 然後結果就造成了佛上的現象的話 那之後可能就不會用精油了 沒錯 這樣相對來說就本物導致 是的 所以呢總而言之我們這邊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回歸到我們第一個初步的問題 就是AI到底會不會取代方療師這個職業呢 沒錯 我們要整理出四點是我們認為 就是AI它無法取代方療師的原因 對 那第一個呢就是方療諮詢的一個反覆過程 基本上跟個案在做一個互動來說呢 因為AI它畢竟是屬於冷冰冰的 那我們在做個案諮詢的時候 基本上要針對個案的一個生活習慣啊 感情模式啊 或者是說它身體狀況健康什麼的 來去做一點判斷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的疾病不一定是病 它有可能是因為情緒所衍生出來的 那這些資訊基本上就是要經過大量的交流跟對談之後 你才可以獲得 而且有時候顧客在講的症狀是他主觀覺內的症狀 可是他有時候可能不一定真的這個狀況是主要他的症狀 所以其實要靠人去分辨 對 就是有時候他會忽略掉身體的一些景緒或是細節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要靠方療師來去做一個判斷 然後來去了解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互動方式 基本上不是AI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AI不可能說 你今天怎麼 王董你今天怎麼身體感情不太好 你這個場合確定是在方療師裡面嗎 我們在方療師 王董也來了 王董也是需要資訊 第二個就是我們需要整合非常多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 像是比如說結構學生理學心理學 以及各種精油的特性跟用途 這植物學也是 而且並且在客戶的需求內調配專屬的療程 這種綜合多方面的知識及經驗的操作等等 我覺得這就是在AI裡面來說 其實他是短期內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的 因為你要考慮到身心靈前面的問題 然後去把它調配 基本上客製化這件事情 如果說是用大數據抽出來 也許可以滿足大部分的一般消費者 可是如果你要再去針對一對一的進行力 而且你這樣很難去差別化 差異化 就是它的細節你就是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是的 那再來就是溫暖的互動跟關懷的部分 基本上方老師跟個案之間的建立起信任跟關懷 是AI沒有辦法去做取代的 因為方老師他會透過傾聽 有時候其實個案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 個案的狀態 他不見得是來自於身體上的問題 跟情緒有關係 那方老師基本上就像是一個傾聽者 或者是一個關懷者的角色 去讓他抽絲莫解人 把他內心最深處的一些狀態給引出來這樣子 那有時候藉由這樣的方式去互動之後 說一說他其實也會好很多 所以這個都是GPD電腦沒有辦法去做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境 那你之間的連結這點還是我覺得AI很難去取代的 對 所以人家才會說見面三分情 第四個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帶給客戶的感官體驗 那在方聊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的方聊是可以透過是觸覺、嗅覺等感官體驗跟手機等等的 為客戶提供獨特的療程效果 也給他獨特的療程的感受這樣 那這些信念的手法跟感官刺激呢 就是AI是非常難以去模仿跟複製的 沒錯 總結來說呢 儘管AI他在許多領域展現他強大的一個專業的能力 但是在方聊師這個職業呢 他是這個角度來說呢 他比較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因為方聊師畢竟是要連結人跟人之間的 所以個性啊情緒啊光懷啊 這個就是AI難以去取代的這樣子 那方聊師不僅僅是只有技術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身心靈的層面 我們都會去引導 有點像是傳遞著引導者的一個概念性這樣子 那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 AI他確實可以部分的去取代掉我們某一些的技術類 但是呢 我覺得要做到完全取代這個工作 基本上還是比較困難的 是的 好啦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週六晚上七點再見囉 掰掰 掰掰